今天主要讲的题目是 心理健康促进 主要会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心理健康的意涵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再来是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 这两个观念有什么不同 最后一个是 目前心理健康促进相关的一些理论 大概就是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名词的部分 mental health 我们翻译成心理健康 mental well-being 我把它翻成一个心理安事 well-being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mental illness我们最常用 就是精神疾病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 一开始先想 让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讲到心理健康 或是讲到精神疾病 到底谁可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 会不会是政治人物啊 马总统啊 还是说学校老师 有没有可能 可以在这方面有些贡献 再来我们可能会想到 把卫生所主任或是警察 消防队 平常要处理一些 可能急性发作的一些精神病患 还是说里长啊 有时候里长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嘛 可能里长会告诉一个人说 你这个可能要看医生哦 你这样不行 或是说 婆婆婆你要不要去医院 跟医生拿个诊断书 请个假修养一下 那再来我们会想到 心理师或是精神科医师 在这方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作用 所以我们来讲 到底什么叫做 Mental Health 心理的健康或是安事的感觉 那大家如果去书店 到那个心灵养生的地方 大家就看到到处都是书 那里面就写很多 这方面的告诉大家什么 心灵养生的25个处方 我们学长写的 那他里面就提到说 例如啊 我们如果存在一个平静 然后和谐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会找到那个正向的感觉 或者是说 当我们存在一个 心理很健康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好像生命是很美好的 那好像我们是 像一切说的东西都开放 然后感觉好像被信任 信任别人 那同时好像 我们就处在世界的中心一样 那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 很有创造力 然后也觉得很有自信 不过刚刚说的事情 通常是我们一般人 在外面会听演讲或是书店看到的 可是在医院里面 我们比较常会讲说 好像精神如果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的头脑出问题了 就医生或是护理师的角度来看 人的脑部比较像是一个机械的运作 所以今天如果生病了 就好像我们的机械故障一样 这个时候药物的治疗就是很重要的 那不过像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就会有人有意见 例如说 那个SARS 他在1979年就说 大部分这样子 我们去诊断精神疾病的依据 常常是从一个人 他脱离的社会的常规 或是一般伦理或是法律上面 常有的现象 他偏离的那样的现象 好像他是一个极端分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他有精神疾病 那他们会说 这样子的诊断依据 好像不是根据一个身体上面 生理上的证据来下的 所以他会说 这个好像有点太主观了 你要说这样子是病吗 好像不太对 那另外有一个人就说 精神科医师好像把所有种类 或是不同程度的心理不舒服 都包含在精神病的诊断里面 好像所有的问题 你都可以说他是精神病 可是却没有留意到 人类会觉得痛苦 不是因为他生病了 是因为他是人类 所以他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会被批评说 好像我们对健康的定义模糊不清 反而是对于疾病 我们都是有一个诊断的名字 可是我们很难跟病人说 你要怎么做才能达到健康 不过虽然这样子的理论被批评 可是他却是目前现代的主流 所以这边就提出了一些看法 到底mental health和mental illness 有什么不一样 有人会说 这好像是一个光谱一样 在一端是mental illness 有病的 另一端是健康的 大部分人应该是处在这个中间 落在某个地方 那也有人用二分法 说反正只要我没有病 我就是健康的 那像这两个说法 都是我们医疗人员很习惯的观点 那它都是属于从病理的角度 去看一般的人的心情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事情 我们就会注意到 好像我们都有一个概念是 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的 大家都不能健康 可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生病了 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变了 我们就变得不是健康的人了 好像我们的生命就从此改变 好像走上不归路 那例如说像精神分裂症 就是一个例子 精神分裂症 我记得我在R1刚进 太太医院训练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 都是二十几岁发病 那时候我就会很担心 会不会有一天 我也发病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该怎么办 其实那时候会很担心 所以像这样子的角度 会让人会恐惧生病这件事情 我们会担心 到那个时候我会很尴尬 或是我很困窘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不只是病人 一般人都会害怕被标签 或是怕说 万一我生病了 别人会不会怪我 会 还是我会怪自己 所以反而生病的人 明明是一个受害者 可是却要负担那个 承担那个错误 好像那个罪恶 那这样子生病的人 他就会因为 我们这样子的观念 去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例如我会担心 我在医院做一个医师 可是万一我生病之后 可能我不能升任 或是别人会觉得我不够资格 还有人际关系 我的朋友能不能维持住 还有我的自我价值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也有另外一群人 相反 他们可能很高兴 会被贴标签 例如说夫妻吵架 太太来医院 问医生说 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医生说你这个压力太大 得了忧郁症 太太就很高兴 回去跟先生讲说 都是你害我得忧郁症的 所以其实能够被 有一个疾病的诊断 好像他的问题是被重视了 被承认了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心态 其实我们都不会去 主观的去说 这样子是对或错 这只是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看出来 用病理的观点去看精神疾病 或是看心理健康 我们拿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起点的话 当个基准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说 我们用来辨识 这个人有问题 或是我们决定要去介入 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标准怎么定 再来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标准的话 也同时也决定了 谁有权利去说 别人生病了 那就是医师嘛 我们掌握了知识 掌握这个诊断标准 我们是有影响力的 再来 这个判准 常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 好像过动症 有些小孩子 他们从小被爸妈送到美国去 在那边长大 可能小二小三 回台湾了 结果一到学校 老师就觉得这个不太对劲 跟一般小孩比起来不一样 太活泼了 就叫他来医院 说你这个人有过动症 所以不同的文化 对于这样子的疾病的判断 会有影响 不过这个常常是我们身在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人 不会觉得我们对这个事情所影响到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判断 不见得那么客观 接下来有人会说 那如果今天我们像刚刚讲的看法 好像我的生命在生病之前都是健康的 所以万一今天我得了癌症 这种很重大的事件 或是我车祸脑部受伤了 这个时候好像我生命那个赖以为生的根本 我的自我的感觉 就会受到动摇 所以很多人得了癌症他就会问说 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子惩罚我 到底我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医生说我只能再活一年 没有别的机会了 我该怎么自处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病人会开始怪自己 所以当人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力量 我们会变成说好像我只能问医生 再来我该怎么办啊 好像我得了癌症我只能问说 再来有没有什么好的化疗药物 可以帮我的疾病治愈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医生如果说没有 好像我会觉得我没办法很无助 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求助了 所以这个时候常常我们的心就全在那边 我也没法继续我原本的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 透过这样子的角度 去把我们预防工作的焦点 放在早出或是根除病因 例如我去年的时候去京都 有李教授的指导 我们去那边发表一篇poster 那我听到德国那边有些学者 他们对自杀的人做脑部的切片 那他们说这些人会自杀 是因为脑部神经有一些发炎或是退化的现象 所以他们投入很多资源在找出病因 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那个资源就没办法 放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情境 但其实就像教授说的 其实人会自杀是很多原因 不只是个人脑部的疾病而已 有时候也许跟男朋友吵个架 一个正常案一期之下 也有可能会去自杀 太多原因 可是我们如果把资源都投在这边的话 会不会反而让我们的效果打折扣 再来 有人会说 我们问了错的问题 就会得到错的答案 所以啊 当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是 人为什么会生病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答案 例如现在很多人在做研究 去做基因的研究 可是其实基因研究做了那么多年 花了很多成本 可是好像目前还没有真的找到一个 可以透过基因来根治疾病的办法 可是如果今天有问题的问题是 什么事情让人变得健康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得到更多有用的资讯 就刚刚这样子的论述来说 我们就会发现 精神疾病这个角度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们那样子讲 我们的假设是说 如果今天我说这个人生病了 那我只要把我的焦点放在去治疗这个疾病 或是预防疾病的话 这应该就是可以改善所有人的健康 可是很多人啊 他们平常住在一个不好的生活条件之下 例如住在贫民窟很脏乱的地方 或是说生活很贫穷 没有很好的教育 像这样子的一大堆 可是里面生病的可能就几个 那我要等他们每个人都生病了 我才能去处理他 反而是那些其他那些人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从健康变到生病的状态 但是我只能等他生病 我才能处理 所以反而我会忽略了这些人 那再来 我们这样子的理论会假设说 好像我们永远都有不够的人力 去满足所有那些需要被照顾的人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 也就是说生病的那么多 那难道每一个我都有办法去处理吗 其实不可能 我们可能只能从大处着手 去处理根本的源头 所以有人就说啊 我们这样子的想法 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啦 这个是很人道很仁慈 可是他却没有希望 因为永远都在需求和攻击之间 都无法平衡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是生病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心理健康这个部分 有一些说法 这些都是蛮有名的人物 例如有人会说 mental health 他指的是一种活得快乐 有创造力 然后不会拖累别人 不会变成累赘的这样子的能力 那有人说好像 心理健康指的是 我们可以成长 继续发展这样子的能力 那Winnicott 他说 我们的心理健康指的就是 从婴儿开始到成人 一路成长的过程 婴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好像什么事情都可能 我是无敌的 我要什么都有什么 慢慢的我会觉得 现实当中是有挫折的 我们要学会人出这些挫折 那就叫成熟 那有人会说 这个好像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兴趣 或是我们对事情的态度 我们的行为上面 达到一个平衡 那我很自在 那也有人会说 这种心理健康就是 我们试着了解自己的潜能 然后试着去发挥这样子的潜能 不过刚才定义很多 至少目前有20种定义以上啊 那我们怎么去选择 哪一种跟心理健康有关系 那谁可以代表别人去决定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根据什么原则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常常是 制定的人的价值观 它主观去认定的 但是这个常常不是全世界 或是不同文化之下 共通还有共享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结论就是 我们在促进健康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可能去了解 到底对他们来讲 什么是最好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一个全人的概念 那我们不需要把这些 所有的健康的观念 都把它化解 变成很单一 那它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 它是一个动态的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刚刚这些对于心理健康的定义 其实我们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好像它的对象都是针对个人来说的 例如说一个人 他可不可以有能力活得很健康 一个人可不可以跟别人交往 一起工作 或是我们一个人可不可以 还好地适应这个世界 人受挫折 或是一个人可不可以觉得很满足 这些全部都是讲个人的事情 反而在社会的层面就被忽视掉了 那在社会层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些人的生存环境 其实是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的 例如说他们是被隔绝排斥的 或是说他们处在压力的环境底下 那个环境可能剥夺了他们很多东西 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朋友没有工作 那慢慢的他们也只能让他们自己的情感的生活 一步一步的走下坡 所以如果我们只能从个人的层次去处理问题的话 那这么多很高风险的人 他们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必须要从一个结构上面的不平等的地方去著手 所以如果今天换一个角度看 心理的疾病它也可以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反应 什么反应呢 当他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 有压力被剥削 然后他自己本身 又只有很有限的因应能力的时候 或是他的资源很少 例如我有心事我不能跟朋友说 因为我没有朋友 或者说我可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可是我没有钱租房子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就有可能会生病 所以这可以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那换言之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底下 我们对疾病的概念也就会不一样 例如东方跟西方的文化 那这边就提到了不同文化之下 对于心理或是精神健康的一些定义 例如在回教里面 他们会说今天一个人他的心理生病了 那可能是因为他摒弃了回教的教义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身体和灵魂的一个平衡状态 那如果人去亲近神的话 我们的灵魂就可以获得洁净 那在基督教来说的话 他讲的差不多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如果正确的话 我们就会健康 那今天华人我们讲的是气 愤怒就是火气大 悲伤的话那个气就会散掉 或是很冷的时候好像就很虚 热的时候气就会泄 那佛教会讲人生其实都是苦的 所以当我们可以摒弃我们的愿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离苦得乐 那佛教就会提倡说 我们可以透过冥想 坐禅来达到一个正念 我们思考正确 我们的行为也跟着正确 这种觉悟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健康 那在印度教里面 他们是说身体、心理还有灵魂是合在一起的 好像互相达成一个平衡 所以如果破坏了 那就会生病 那他们也讲究说 从饮食上面去影响到我们的心理 那马来西亚那边的概念其实有点像 像他们有一个叫做灵魂物质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如果丧失的话 人就会发疯 那另外一个好像胃 胃里面如果说早凉了有疯 他们就说这就是一个幻觉 妄想或是一个焦虑的状态 所以他们传统疗法里面 他们就会把一些传统的药草的原料混在食物和饮料里面 那今天如果反复来看 现在在一般的医疗机构里面 我们比较偏重于去矫正个人的失能状况 那即使现在的观念其实有在进步了 我们会强调一个人要复健 生病了虽然都是慢性病 可是我们可以复原 但是大家注意到 我们在讲的是recovering from 我们从一个什么样的病去复原 但是比较少人去讲说我们要复原到什么样的状态 recovering to 那在诊断疾病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种叫做defining 定义 这个比较像是医学生在问诊的时候 他们就拿着教科书 今天忧郁症 他可能会晚上睡得不好 胃口不好 没有精神 他就问病人说你有没有 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把它勾下来 根据我们的诊断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那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 可是呢今天如果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师 他也许就会考虑到这个病人 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例如这个人他平常都住在铁地 那个工厂旁边 晚上很长所以他睡不着会失眠 OK这我可以理解 不一定是跟有缘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是透过不断的了解病人 那我们观察到一些现象或是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 慢慢的去形成对这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最后我们给这个看法一个命名 而不是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直接就去问他有没有什么现象 OK一条一条的去对 然后就说你这个是什么病 所以这是一个把事情变得具体具象的 一群症状这样子的命名法 所以这两种虽然看起来是很类似的过程 可是他们对于病人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做自杀防治的目的不是在抢救自杀 是建立人文关怀的环境 这就提到我们今天一个主题 就是ecological approach 生态学的一个取经 意思是说 从刚刚我们所有的概念来看 其实现在我们应该重视社会多于个人的影响 那另外个人的文化、语言或是生命的经验 都会超过我们一般 都比一般我们客观的去评估这个人来得好 所以一人胜过一定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 应该是要投注在个人之外 他的文化条件或是社会的环境 所以这种生态学的取经的定义就是说 把人视为他居住在现在 但是又在一个更宽广的环境的 一个脉络底下发展的个体 就他是有关联的 那这边是WHO 在欧洲那边的一个会议 他提出一个叙述 他意思是说 mental health 和 wellbeing 就是心理健康和安适的状态 他是对于生活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他会让人有办法成为一个有创造力 而且很活跃的一个公理 那心理健康 他跟我们人的融入社会 或是我们有生产力 还有达到一个内心的平衡 都有帮助 那公卫的一个角色 常常就是对提升这种心理健康 有很大的帮忙 那他的对象 包括了所有的全人口 但是也包含那些有着心理疾病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 心理健康他是包含了精神疾病 这样子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要进入第二个主题 我们再讲 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心理健康促进 那我们再讲促进跟预防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从预防疾病到促进健康 这样子的观念的演变呢 其实来自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开始 现代人对于疾病的认知不太一样了 例如在19世纪的时候 人家发现 我们只要可以改善城市里面 大家居住地方的卫生 注意饮水 注意营养 好像那些传染病 好像是祸乱立脊 这样子的病 就会减少 所以慢慢的 以前人通常都死于传染病 后来开始都是死于慢性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中风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样子的病呢 跟人的生活形态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会说 那这个生活形态 例如你是不是会 中风都是因为你以前 吃太咸太油 不运动 所以我们把变成一个个人的责任 那这又回到了刚刚的问题 好像今天生病的人 反而被人家责怪 那直到后来 我们才把这种角度 从个人移到了整个环境的因素 那例如说 这个人生病 全云林地区 那么多人喜盛 会不会是因为那边的 饮用水的问题 之类的 我们会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那再来 教育的普及也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呢 我们在做卫生教育的时候 例如说 卫生所主任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会说 那你们回去 就是每天要多运动 少吃油的东西 这个是透过教育 来改变个人的行为 那不过更现代的卫生教育 我们着重的 不只是刚刚讲的 改变行为而已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教育 我们跟病人 告诉他 你怎么做 会让你更好更健康的时候 这其实让他们觉得有力量 不会觉得无助 好像我只能生病了 才来找医生 而且 其实是在 生病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会 透过 对他的卫教 让他知道说 他有哪些选择 不是说 都是听别人百度 那很多时候 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让人了解说 环境对他健康是有影响的 而且要做出改变 例如 我们跟病人讲说 你这样子抽烟 不只对你有影响 你回到家里面 你的太太 你的小孩 都会因为你衣服上面 沾的那些衣服地 或是有毒物质 受到影响 二手烟或三手烟的影响 透过这样子的教育 很可能就可以 加强对他行为的改变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会帮助我们 从预防疾病 走到促进健康的观念 这个是在WHO 他们开始意识到说 好像 以开发国家 和发展成功国家 有的差异 例如说 WHO 他们把目标 放在 除了医疗设施 我们拼命盖医院之外 好像有一些事情也很重要 例如说 饮用水 食物的清洁 营养 教育的影响 或是我们人的居住地 还有 不要有战争 还有社会的公益 或是这些资源的持久性 这些都很重要 过去我们常常会低估了传统医疗 对于低收入国家的贡献 例如说 以前 中国或是台湾 有一些赤脚医生 在那个时候 医院还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 或是一般的民众 没有那么有办法 有精心能力去就医的时候 有一些赤脚医生 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 公共卫生的角色 现在他们开始正视这个事情 发现到说 这个事情或许在高收入国家 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 不可思议 可是对于低收入国家 却很重要 那他们就结论说 一个真正有效的初级健康照顾 它包含了一个以卫生教育 我们刚才讲的事情 为核心 但是又以一个社区参与模式 来进行的活动 这个会造成有效果 WHO他们就定义 促进心理健康 它的目标就是在帮助我们 获得一个正向的心理健康 然后让人达到一个身心安事 而且感觉很有能力 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 我们可以 overcome所有的困难 然后让我们可以 面对生活中的困境 那如果是mental disorder 的prevention 指的是我们focus在生病的人身上 我们尽量去减少他们的症状 治疗他们 甚至预防他们在复发 所以对象是不同的 健康处境它的核心原则 大概有以下这五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对象 是针对全人口 而不是只有注意那些快要生病 或是有可能生病的人 那再来它需要的是 在医疗设施 我们一些医院啊 诊所以外的一些机构 他们要彼此合作 那它可能就会需要很多的方法 不管是教育方面 或是说一些立法的 跟财政有关的决策 还是说一些组织的改造 或是社区的参与 这些都很重要 那它的目标是 让公众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的医疗人员的角色 就不是像以前那样 我们只是在看病 或是提供照顾而已 我们的角色在于 去提供教育 然后去为一些人发言 帮助他们来 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 那所以预防精神疾病呢 在这边可以看作是一个 促进心理健康的手段 那例如说 我们可以提高一般的民众 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 我们可以减少污名化的困扰 那针对很多时候 生命里面比较脆弱的阶段 我们可以推广一些活动 例如说 郭小学生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恶心的意思 他们在提倡反霸凌 小时候如果会霸凌 绝对对他的身心发展是不好的 或是说对于 在军中当兵的时候 有时候会容易抽烟喝酒 在军中推广戒烟的运动 那像这样子 针对一个人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 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介入方式 那再来就是 预防精神疾病和自杀 建立容易让病人取得 而且看得容的精神健康资讯 例如我们再来 中心要编的一些看物 然后再来是 确保精神医疗机构的可净性 而且他们是有能力进行完整照顾的 这个是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他们的网页上面写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面的概念其实就提到了 他服务的内容 包括刚刚讲的资讯 提供资讯 或者是生病的人 提供他一些咨询 或是给他一些卫生教育 那平常也办一些宣导的活动 甚至他也有门证的服务 所以就综合的刚刚提到的 我们除了直接针对 有风险的巡人之外 我们也有对一般的 一般健康的人 我们希望提升他健康 或者是说在政策面 或是在社区方面 我们来着手 就是在个人的层次 还有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这个状况之下 当然还是有些疑虑啦 例如说 我们如果还是把这个 促进心理健康 用减少疾病的方式来做的话 会不会还是把这个问题医疗化了 那如果说 没有病就等于健康的话 那难道那些没生病的人 社区里面大部分人 都会觉得自己很健康吗 其实未必 那生病的人 难道他的心理 就不可能健康了吗 这常常是门诊很多病人 会问的问题 他会说医生 我这个病 精神分裂症 看起来是不会好了 那我怎么办 我再来可以结婚吗 我可以找工作吗 其实他们一直被这个事情困扰着 那所以 我们到底把心理和身体健康做区分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那有人就会提出一个概念说 Total Health Promotion 总之就是让整个人变健康 问题是在于说 如果今天要促进心理健康的话 我们的目标方在哪里 是个人呢 社区呢 还是社会 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讲的用生态学的方式 来看一个人的话 个人是处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 那再来这个人际关系是存在一个社区里面 还有他的社会的文化底下 所以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看个人的话 我们要讲的事情就是 resilience 任性或是生命力 遇到挫折之后 可以熬过去的这个能力 那再来是一个正向的 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很安稳 很舒服的状态 这样的感受 那还有可以维持一个稳固的人际关系 然后有能力去因应各种挑战 那我们如果把刚刚这些角度 我们换句话来说 就是 其实这些健康的需求 他们是针对个人的需求 可是这个人却是存在一个组织里面 还有在一个社会里面 那这边就讲到差不多概念 就是人的发展 它会受到社会 还有经济的因素影响 那有一个词叫做社会资本 它指的是社会结构里面的一些特征 这听起来讲含糊 它指的包括社区里面的规范 或是团体里面的这个团结的程度 那还有对于一些组织的参与 那总之呢 它大概指的就是 对于社会网路当中 我们会接触到的资源的多少 那另外有个词叫做medio 这个词在医院其实蛮常提到的 讲的就是一个环境的影响 那这个词它说 它的意思是在整个社会文化经济 或是一个自然环境底下 发生的互动这样子的事情 那有一句话说 这个medio这个环境呢 它就是一个对于促进精神健康的一个全人的 介入一个holistic approach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 兼顾到所有事情的一个介入 发生的一个场域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试着去提升一个人的社会资本 那例如我们在推广一个无烟的环境 其实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比方说今天我如果出门 我明明很爱抽烟 可是路上每个人都不抽烟 其实可能会降低我想抽烟的那个感觉 这就是一个环境的影响 那这边在讲到说 其实在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文化 他们对于心理健康的看法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像是欧盟 他们现在比较重视的是 微观层次的一些因素 他们在讲说 一个文化呢 它透过一个人 发生了某些生命的事件 那这个人他本身又拥有了一些 不同程度的资源 还有他的人际关系 会影响他的健康 那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 现在的社会啊 我们比较多是双性家庭 就是男生女生都要工作 那如果女生怀孕之后 其实他蛮辛苦的 一边怀孕一边工作 那产后 还要 现在又推广胃母乳的概念 那其实很多女性会说 好像胃母这个事情 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有惨后忧郁的状况出现 也就是说跟他的社会的文化 他的经济结构 还有跟我们一般的概念 这些会影响到这个人的一个心理压力 那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重视的是一个比较聚观层次的因素 例如说贫穷的问题 或是说要去医院的交通不方便的问题 还有有些人可能没有居住的地方 像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影响他们健康 不过这种聚观层次的问题 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是 比较少研究在提这个事情 这其实很难做研究 所以缺乏肯定 我们回头来讲 刚刚讲的围观层次 为什么很重要 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实际上要促进心理健康 食物上面比较容易的 还是通过围观层次去做 要找病人来看病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就是心理卫生中心 它的一个网页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提供给病人的一些资源 主要还是一些医疗机构 或是心理智商的服务的地方 那聚观的层次的部分 为什么那么重要 这其实跟现在的全球化有关联 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认同 还有文化的关系 像有些我们说ABC 从美国回台湾 其实它在认同上面 可能就会有点不适应 它很习惯外国的作风 可是来台湾 它又觉得自己 其实还是台湾人 可是别人可能觉得 他也很像外国人 那还有就是社会转型的问题 例如说 上个礼拜公司有播个节目 叫疯狂 那一直在讲说 现在很深行喷农药 那喷农药之后 蜜蜂都变少了 那蜜蜂变少 是不是会造成一些 全球的一些作物 农作物欠收 那这些农药本身的残留 也有可能会造成 活动额的增加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牵连 那还有人口改变 例如说老化的问题 老化的问题 如果人口年龄变高 那是不是 失事证的比例就会比较大 或是说 照顾老人 那中年人 他们的负担就更重 就更容易受到经济问题的影响 那像是自然灾害 海啸啊 或是战争 会造成 抗产后 压力症候群 那另外 现在资讯很发达 就会在青少年族群 形成 网路成疑的问题 这边在讲 我们一个结论 就是刚刚讲说 从聚观到围观 那分别这些层次 是在讲什么事情 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 在个人层次的话 我们会试着去 促进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 坚韧程度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提升他的自尊 那教他一些处理压力的方法 例如说 怎么跟别人沟通 怎么样维持好的关系 或是怎么样教育小孩 那如果是在社区层次的话 我们所提到的就是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 参与这个社区 然后可以改善这个社区的环境 例如说 在学校推动 反霸凌的一些措施 那注重一些工作场所的健康状况 然后维持社区的安全 小孩的照顾 或是说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左邻右手是不是可以帮忙 那如果在更大的层次 结构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试着说 第一个 减少刚刚提到健康不平等的问题 例如 平原地区的人 他们教育问题 或是贫穷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 还有居住的部分 那这边特别提到 因为文章里面有写到 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一般会认为说 其实对于心理健康 这个教育的重要 好像是跟精神卫生比较有关的 例如我告诉他 忧郁症是什么样子 如果发生了 你该怎么办 那其实在文章里有提到说 一个终身的教育本身 任何所有的教育本身 都对于提升心理健康 是很重要的 那像有一本书 最近的新书在讲 没有学校的余 他讲的就是在 很多贫穷的国家 小孩子他们可能 没有上学的钱 或是甚至根本 也没有图书馆 要想看书也没得看 所以这可能 就会影响到 他之后 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你给他书看 他也会去拿枪去当仗 当佣兵 可见如果你给他书看的话 他以后 说不定可以去当店员 去当老师 去当医生 各式各样的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 就有可能 让他们以后的 就业能力 经济状况 还有参与社会 融入社会的程度 提高 那再来 就可以让他的 心理比较健康 前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想半天 有点复杂 大家可能还是有点困惑 到底 心理健康 还有精神疾病的 这种健康 可不可以定存 那其实 我们前面提到说 心理健康 它是范围比较大的 它包含了 这个精神疾病的部分 所以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 将疾病去物明化 这个部分是在讲说 刚才提到一个 Holistic Approach 就是全人促进 全人的这种概念 那这概念指的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提到说 第一个 我们根据健康促进的理论 去重新建构 心理健康和疾病的概念 然后我们试着去评估 一般人对于心理健康的认知 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 我们根据这个需求的研究 我们就可以试着去定义 到底预防疾病和初期健康之间 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还有 我们可以试着跟一些 着重去影响这个 不平等的问题的一些组织 像是对上贫穷的一些机构 去一起合作 那还有 透过研究 我们可以试着去评估 我们某些特定的介入方法 有没有效果 最后就是 其实刚才提到 要做这样子的研究是很困难的 所以发展这种研究方法学本身 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 那再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 prevention和promotion 预防指的是针对特定的族群 生病那些人 或是快要生病的人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的话 他就会支持这个角度的人 他就会说 如果今天你是要针对 一大堆人去促进健康 你是把所有的资源 都分给大家 这样子 你在弄到这些特殊的族群身上 的经费或是你的努力 就会变少 这样子其实不太能够达到 消减社会不公平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这些是没有效率的啦 值得吗 但是如果支持对大众做预防的人 他们就会说 其实啊 你要一个一个去处理那些生病的人 你不如从源头着手 所以如果你针对环境去改变的话 你可以示范功倍 那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那工作场域的不同 如果今天是在 学校工作的老师 他就会觉得说 哦 我可能有一些学生 看起来有过动症 我可以介绍他去看医生 他觉得着重在 这个个人身上 也许比较重要 那今天如果是 卫生所主任 他可能就会认为说 诶我试着去跟学校谈一谈 立下一些校规 或是改变某些措施 也许从源头着手更有效 所以这边就提到说 到底是在社区工作 还是在针对个人工作比较好 那针对社区的部分 就是从上游处去改变它 那但是困难的地方在于说 其实现实上很多民众 他常常也只是 参与这个 使用这个公共的空间 当作一个场地 比方说他去听演讲啊 去抽奖啊 参加云游会啦 这些活动 可是说到底 他还是被动的参加 不见得真的有那么有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不容易被测量 第三个部分 心理健康促进的理论 那这个理论呢 他就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怎么去避免 他也把精神疾病 看成是一个有问题的病态 甚至把问题都归在个人身上 而忽略了聚观的层次 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有些人明明是病人 他是受害者 可是却被人家责怪 被贴掉钱 这些理论就在讲说 怎么去避免这些事情 第一个理论呢 他讲的是 Resilience Theory 指的就是 韧性还有生命力 复原力这个事情 那这边有一句话 他在描述这个事情 他说 心理健康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个韧性 这个韧性可以让我们有办法享受生命 然后去熬过 在痛苦当中存活 还有在失望当中 在伤心当中存活下来 那他是一个正向的感觉 那也包含了我们的一个信仰 甚至我们的尊严 还有价值观 那像这样子的理论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动态的 意思是说 他其实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其实都可以用得上 不会说我只focus在某个人 比较不会那么僵硬 那他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提供给每个人一个知识性的环境的话 就有可能可以提升他的韧性 不过他的问题在于说 这个理论他并没有很具体的提到 哪些社会或是生态学上的因子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韧性 那有些也会说 我生病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坚韧 是因为我的环境太不公平了 太不平等 或是说一些政策的原因影响到我 所以才让我这个样子 所以他其实比较忽略这个层面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有些人的韧性很强 可是常常他是不得已的 例如一些非洲的小孩 怎么可以在那个环境之下生存 远超过我们一般人 一辈子需要的韧性 所以这个理论 他其实比较忽略了一个中度 或是一个比较聚观的一个生态系统 他其实忽略掉说 在社会上面 很多事情是不中立的 下一个理论讲的是凝聚的理论 Coherence Theory 待会我们会提到什么 为什么叫Coherence 大家可以先听一下 这个观点 他其实跟一般 我们医疗上面的观点是相反的 一般医疗的观点是说 今天一个人生病了 好那我用外力介入 我给他吃药去治疗疾病 那这个理论他就相反 他从病理导向的学说去做一个典范的转移 他的理论叫做Salutogenesis 一个健康导向的学说 他就问不一样的问题 我们都在看为什么有些人会生病 可是反过来我们有注意到 有些人明明生存的环境很恶劣 为什么他们保持很健康 他们没有生病 这些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因应这个状况 有助于因应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在门诊看到一些慢性的病人 那我们会注意到 他有些时候状况变得很不好 他不想该怎么办 可当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不好的时候 常常我们反过来问他 你记不记得在什么时候 你好像觉得你状况还不错的 你的病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帮助他去回想 OK也许慢慢病人会想到一些事情 好像在某个时候他状况还不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说 那你觉得那段时间 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 让你那个时候变得比现在好 反正我们把问题换成 看看什么事情对他有帮助 那用这个观点的话 用这个观点去看的话 其实健康这个事情 就好像是一个光谱 一个连续的程度 用比较极端的说法来说 我们可以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末期病人 每个人都是病人 只是说今天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有还在呼吸的时候 有某一些事情 让我们变得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些让我们健康的因素 所以这就是刚才写的光谱概念 我们用这样的理论 我们就会试着去促进病人的健康 找到一些方法 让他从生病这一端 往健康这端移过去 那 那 这边有提到说 就这个 提出这个理论的人 他就说 好像生命就像是一条危险的河流啊 那每个人都在河岸上面走 但是水子都可能被河卷走 那有些人在水里面很会游泳 可是有些人好像要连浮出水面都有困难 那到底为什么 这边就要讲到什么叫做 coherence theory 我们先提到一个词叫做GRR Generalized Resisting Resources 它指的是说 一个人他拥有的一些特质 这个特质可以帮助他去因应 只要你活着就会遇到的压力 这样子的特质 那这些特质 它其实没有明讲说包含哪些内容 可是 所有的这种特质 它有共通的特色都是 它会创造一种凝聚的感觉 sense of coherence 这是为什么这个理论被称作 凝聚的理论 什么叫做凝聚的感觉呢 这个感觉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 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可以理解 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的事情 那 语理相是说 当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生命中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有自信 而且我的内在 或是我的外在的环境 都是可以预测的 我知道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会认为 我有能力去度过 去处理这些困境 所以这边就提出三个特色 第一个是 comprehensibility 我们相信这些生命当中 我们遇到的挑战 这些困恶的状况 是可以了解 我知道为什么这样 这对来不是有意义的 那再来 我相信我现在身边所有的资源 足以帮我因应这些事情 我有信心 而且我有一个动力去处理它 我不会逃避它 例如今天 如果有一个病人得了忧郁症 我们会问他说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是什么原因让你生病 他也许会想很久 也许他会想到说 也许这个是一种挑战 让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可以学习 我可以体会到说 原来我生病的时候 旁边的人是那么样的支持我 让我改善我跟家人的关系 也许病人会这样子说 那他也许 他也会想说 那好 那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试着去 把它度过 去证明我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有一个正向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下一个理论叫做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那讲的有点抽象 我试着白花一点说 他就是说 一个网络的连结 或是一些社会的常规 人之间彼此的信任 那总之呢 这些东西 它可以促进一个 对双方都有利的 一个合作关系 那他强调的是 团体的角度 而不是个人 那核心就在于 合作 参与社会 还有被社会所接纳 不过 我们会觉得 这个社会资本 听起来好像都是好的 其实未必 在某一些社会里面 他们的社会资本 非常的强的时候 常常对某一些 有点偏差的行为 是无法忍受的 我举个例子 好像日本的社会 或是像新加坡那边 好像在那种状况 在那样子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是 人与人之间 是互相尊重的 你会很小心 不要做一些 影响到别人的事情 可是反过来 对个人来说 那是一种压力 我不能那么尽情 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能生病 我不能做一些 比方说今天 可能我今天突然间 发生什么事情了 出糗了 我会担心 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在那样的社会 不见得是比较真相 另外对男生 觉得好的 有帮助的社会资本 对女性不一定 在城市跟乡村 也会有一些 社会资本的差异 不过这个理论 目前其实还比较少 有证据去支持 下一个理论讲的是 一个叫Seed House 这个人 他所提出的一个 Foundation Theory 叫做基础理论 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 大家可以再查查看 我好像没有看到 也很翻 他在讲的是说 健康 它是建立在很多种基础之上的 包括食物 饮水 居住的地方 然后 还有 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目标 或是我们体会到一些温暖 那 这样子的理论 其实 他还是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 他很着重在个人的层面 那 而且他有讲说 我们今天要试着促进人的健康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在于去 找出那些对人类潜能 有影响的一些障碍 不过 怎么找 还有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人的潜能 会受到影响 这些还是很主观的事情 所以 论点是不够明确的 这边在讲的是 健康的各种要素的源流 就是说 有些人去 试着把健康 分成很多不同的元素来看 好像是其成分加在一起 会让这个人的健康有帮助 或是会恶化 那例如有一个就提出公式 好像数学家一样 他说 精神疾病就等于 一些生理上的问题 加上压力 加上被社会剥削 这个分子 去除以我们的因应能力 加上我们的自尊心 还有社会的支持 换句话说 下面这些都是好的因素 上面都是不好的因素 下面如果分母越大的话 我们生病的机会就越小 这是1993年人家提出来的 那之后有人提出一个 五种对心理健康有帮助的一个感受 包括信任感 还有挑战 或是说 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自信 还有成就感 还有幽默感 这比较像是坊间的书 那再来 有人就说 那这样子三个 五个不够 我们讲八个好了 所以他们就说 有八种因素有影响 包括我们因应压力的能力 或是说我们对于压力的处理忍受的程度 还有我们对自己的认同 自尊心之类的 自主啊 还有一些社会上面的支持 那不过 像这些理论呢 其实都还是被大家批评说 太着重个人了 比较少有社会因素的影响 好 所以这就厉害了 他还讲说 十个 他也说十个元素 他画出这样一张图 那这个图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他很像披萨 就是一块一块的 那他要讲的是说 每一块之间 其实会互相影响的 互相关联 例如说 自尊这个部分 一个人如果有自尊的话 他在社会参与这个部分 应该也会比较多 所以不同块之间 会互相影响 再来啊 每一种元素 它的效果 会随着我们生命时间来累积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 一个人 他如果在学校 常常被霸凌 跟同学相处不好的 之后 他如果进入了职场 在情绪管理上面 跟同事相处上面 会不会也遇到比较多的困难 那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呢 他跟刚刚那些理论比起来 他把人 这种因素 我们看成三个层次 从内到外 最里面讲的是一个围观 个人的层次 那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社区的层次 最外面就是我们社会结构上的问题 那我举个例子喔 例如说 女性 女性是个人的因素 女性呢 处在一个家庭里面 那就会决定她的角色 例如说 这是刚刚提到的 双心家庭 女生也要工作 所以她可能同时又要照顾小孩 又要工作 好 那再来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要看她的劳工政策怎么样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工政策是说 好 女性 我们如果有小孩双心的话 那也许我们在工作上面 让她有一些福利 可以放育婴降 或是小孩生病的 可以去照顾 如果有这样子的政策的话 也许整体来说 对这个人健康 就是正面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 也许 在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有负面的效果 不过刚刚讲了这么多理论 最后的结论是说 其实没有一个话语的 一个单一版本的真实 其实每个东西 各种层面去建构起来的事情 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们对这个心理健康的了解 刚刚这些心理健康 到底有没有可能用指标去量化它 用指标量化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追踪一个政策 或是一个过失 带来的效果 那也可以把不同的因素 互相来比较 可是呢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种族 不同性别的人 他们所体会到 那个快乐的感觉 那个健康的感觉 是相似的吗 那其实目前 大部分的量表都有一些缺陷 例如说 他们可能去测量精神疾病的盛行率 可是不是心理健康 那另外 他们可能在测量健康程度 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量表都是设计说 你这一个部分 这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经常发生 例如你经常失眠 经常想自杀 经常怎么样 那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通常就是拿到零分 零分就是基金完美啦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从这个量表上面 我们其实比较看不出来 我们还有什么进步的空间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那么严重 那再来 有一些量表 他就比较有一些细节的 比较细腻的心理特质 可是他们常常是根据一些 心理治疗的理论而来 比较不是像 从我们刚刚那种角度去触发的 这种健康促进的社会的理论 来触发的 所以不见得使用 那另外 很多时候我们要促进心理健康 其实是中低收入的国家 比较需要 可是这些国家的研究 反而是比较少的 那所以目前其实有个需求是 我们有没有针对群体的一个量表 一般的量表是针对个人 那如果我们针对群体来做一个评价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做比较 而且群体的健康 其实不像一般的量表 它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切点 例如超过8分就是有病 超过8分以下就是没事 一般的针对群体量感 大概不太可能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国国心态有个争议是说 我们现在在讲研究 最有证据的都是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那可是在一个健康处行的一个策略上面 用RCT去评估 基本上很困难 不适合 而且不见得必要 又会超级贵的 所以结论就是呢 在个人层次 我们会试着透过各社区的参与 去爱、去交朋友 或是透过工作来实现自我 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不过刚刚提到的 其实在个人层次之外 我们还需要在更多的地方 例如社区和社会上面 来促进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这样 那就谢谢大家